大家好,我是琪琪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香喷喷又肉芙芙的酱肉包子 疫情期间也能体现会做面饭的重要性了呀 当然也不是说咱天天要做 不过需要的时候又正好会 你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我依然会360度无死角超细节的跟大家分享 如何做出这种肉芙芙又非常蓬松、鲜软 而且特别鲜美的包子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先把酵母倒入水中搅匀 一边搅一边不断的加水 搅拌成絮状 之后就可以来手揉了 揉一会之后就盖上一个盆 让它松弛10到15分钟之后 再来接着揉 这样呢 待会儿不费很大的力气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光滑了 然后就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 然后就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 再一定要大概5分钟之后 盆地rup 全部放到现在 4分钟之后 放下 一边就放下 一张用心 冰箱 你会吃高清是高清 春天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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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半水 再再吃到骨头 抹太多 放入碗 放入碗 入碗 水 水 酱油 油 烤肉 水 烤肉 炸面 番茄 虾子都炒好 放在那里冷却 这个时候面也基本上发好了 虾子都炒好 现在来给发酵好的面团排气 之后就来虾剂子 大概40克一个 把每一个小面团也再充分的颤一下 这样也是一个更加充分的排气过程 之后就来擀皮子 包包子的话就擀成中间厚一点 四周稍微薄一点的皮子就可以了 已经冷却的馅儿加入葱花 把它拌匀 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包了 自己包包子就是要塞上满满的馅儿呀 没办法谁让咱那么实在呢 我倒不脆 你看看是没有 不脆小袋 今日您可以做到这个表面表面表面做的 对于瓶子还是有这种表面表面前准备 对于瓶子 都包好之后 就是再让它继续醒发20分钟左右 当然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延长 之后就开水上锅 蒸15到16分钟左右 再焖个两分钟就好了 非常轩软蓬松的 姜肉包子就做好了 馅儿也是特别的丰富 鲜美 总之就是贼好吃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